就要參加朋友的 就是同學會 國小同學會 是… 然後後來參加 整場都吃完了回到家 發現他同學說你怎麼沒有來 來 真的老了 來…趙哥 以前打麻將 我記得那個時候 三天兩夜真的不算什麼 打到那個時候喝那個什麼咖啡 而且那個時候提升飲料不多 打到喝咖啡 最後為什麼打到不能打 你知道嗎 是因為手摸牌 會發抖 牌拿不住 打到沒有辦法打了 打到手會刺你 那真的不行 沒辦法 那個就是年輕那時候 好瘋狂 打牌喝酒的那個瘋狂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真的不行 打一圈 那個 屁股就換姿勢 好幾次 你知道 完全打不動 但以前 真的如果 沒有打個三天兩夜 絕對不會離開牌桌的 對 現在真的年紀不行 然後要不然就是 剛剛跟我講一組電話號碼 下一秒那個電話號碼 連前面09多少都不知道 會忘記 很奇怪 然後那個習慣 明明那個習慣 鑰匙出門就是 鑰匙會放門口的 出門就找不到 奇怪 鑰匙到底在哪裡 我常常計車鑰匙要出門的時候 找不到 對啊 明明就是放門口習慣 前一刻還拿著 可能進去拿個襪子 穿襪子 鑰匙就不見了 最常是什麼 你知道 常去銀行 要換那個ATM的密碼 會記錯 三次就記錯 就鎖卡 你鎖卡 到底要去那裡弄密碼 就變成要重新再辦那個T1卡 你看 我說記憶力減退 對啊 真的 這沒辦法 你真的很傷 你會嗎 體力衰退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自己決定是一條魚 因為我大學四年都是游泳校隊 我年輕的時候真的是每一年 我沒有特別健身 身材就這樣子 那線條就很明顯了 因為我每年都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 所以我覺得游泳對我來講 是如呼吸一樣自然 我後來到了40歲以後 希望能夠保持體力 所以開始參加鐵人三項 等到Ethan我兒子唸國中的時候 我就非常開心 我覺得有一天我們父子 可以一起去比賽 那時候已經40好幾 我們兩個一起報名參加 兒子第一次游開放性水域 第一次跳開游泳池 游那湖 你知道 是 然後又見不到底 那湖水的溫度又更低 低一點 對 所以我就跟兒子講 爸保護你 你知道看彭宇彥的破風 他看過 就是前面要有一個人幫他破風 是 我說 前面有腳幫你擋 前面有手幫你推 你跟著我游就好 下水之後前三分鐘 我就游兩下回頭看下去 游兩下回頭看下去 一路這樣子過得到第五分鐘 不見 怎麼了 我就找不到了 我那時候非常急 整個湖面上幾百個人在游 根本找不到他 我就想要先游上岸再說 游上岸就是游了1500上岸之後 看到我老婆在岸邊 我第一個 心裡面就馬上跟太太說 對不起… 我這樣 沒有把兒子帶回來 怕他溺水或幹嘛 我們要不要先找工作人員 我太太悠悠的跟我講 你兒子 五分鐘前就上岸 在帳戶裡面休息 差這麼多 我完全跟不上他 他已經國中了 原來是這樣 我完全跟不上 全怕哨壯 這也就是 後來我慢慢對陸西派越來越好 有越來越好 尊敬他 他正壯年 他才20幾 因為他大我們會老 二十幾歲 怕不怕 越來越尊敬他 二十幾歲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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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還有呢 高空跳傘你也跳 就是我覺得稍微年紀變大了一點 會 會 想得多了 以前高空彈跳 15000英尺跳傘 開小飛機我什麼都來 但是我最近一次跟我老婆去 剛去越南那個景觀台 是透明玻璃的 才六十幾層樓高 透明玻璃我就不敢站上去 皮皮剉了 我剉到整個腳是軟的 好 江湖越老越怕死 不是我們不敢 我們到那邊又會考慮 我的孩子 我還要照顧這麼多人 感覺自己知道自己的命值錢 對 要照顧了 你不要講別人 那KID就好了 我以前玩很大 小米 衣服在黑白衝 結果現在木暮生下來了 穿這樣 老婆小孩在家裡等 玩個盪秋千 哀哀叫 喂 小米拿去哪裡了 真的喔 有差 來 詹老師詹 妮媛呢 你們的症狀我都有 但是我更嚴重的就是 我有 跟理解的能力的下滑 下滑 包括以前自由落體 輿銷飛車什麼都不太怕的 有一次跟你去澳門 跳那個什麼塔的 那個馬卡套 對 我請願下跪 千萬不要叫我跳 330幾公斤 對 很可怕 那個太可怕了 337 記性也是下滑 可是有時候不服老 後來那個你有跳嗎 我沒有跳 是黃豪平跳的 我是黃豪平 我要挑戰 伴豬跳 就下滑這樣 站起來 站起來 不是 我無終了 三 二 一 物竣 croessy 嚙 厲害 lengthy 鬼 爬 你們 人 哪 生 對啦 因為黃豪平講了一個 治理名言真好 她說 她現在生活還好了 謝謝 妳現在她生活好了又不敢跳 妳說那個記憶電話號碼 我也完全不行 包括我跟誰認識 我是那個誰 我是那個誰 我是跟你算過命那個誰 你看過我們家的風水 完全沒有印象 因為我有朋友的媽媽 就是也是因為這樣 也忘記認不出大家 她不是老化 她不是阿茲海默症 她就要參加朋友的 就是同學會 國小同學會 是 然後後來參加整場都吃完了 回到家發現 她同學說你怎麼沒有來 然後吃完整場 重點是那句同學也沒發現 說你是那個賊 所以大家都有問題 和樂龍龍 就一群六十幾歲的朋友 但好像也是好吃 交朋友 你打牌有點比較失落一點 我打牌 大家喜歡跟我打你知道嗎 因為我每一次都要做個相公 或炸虎一涼 就讀那個牌有沒有都會 一 二萬或一 三 三萬 會當作一 三萬 所以人家說打牌能夠活絡你的 多動思考 好像是 像我的思維就 我覺得反而是進步了 對 這幾年 我們經常講說 男人 老鷹到四十歲的時候 他會突然間就是把自己 不 趕快 掉毛 會不會 一定會多少 老鷹毛脫落 都會掉一些老鷹毛 對 對 掉比較嚴重的就是這個 那個 泰水孔會 泰水孔 泰水孔 那四十歲 老鷹 老鷹就四十歲 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 把自己吃很飽 然後飛到一個最高的地方 獵物不會去練上他了 到那個石頭堆裡面 把這也就是毛 會 會 然後再把他的 會子敲斷 會子敲斷 把指甲 爪子通通通 那這是要幹嘛 就像一個感恩節的火雞 全光 就在那邊 然後窩在那邊 三個多月的時間 快一百天的時間 新的毛長出來 他新的會子長出來 抓著出來 東方旭日升起 突然間往下 滑翔下來 這個是老鷹 這是雞吧 時間太晚了 這是老雞 真的 他就衝下來 這個時候他再也不是一隻老鷹了 對 他是一隻 就是充滿智慧的老鷹 對 不會被老鷹 空窮 對 老鷹就是老鷹 變成大鷹了 所以男人就這樣 你變成有智慧 智慧可以解決很多的事情 年輕的時候用體力 年老的時候用腦 靠頭腦 是不是 來 黃璇醫師 你會有退化嗎 年輕的時候跟你們一樣 我很喜歡做那個雲霄飛車 上上下 噴噴噴噴噴噴 有一次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 我老的時候是因為我去南部某個遊樂區 那時候 我50歲 那時候我跟我太太去做那個 黑黑深深的隧道那個 滲滲滲滲 你很深深 出來以後 我變了一個人了 又想要 我又不能站不穩了 那時候我才想起來 我50歲 我才想想 我50歲了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學醫了 我們超過50歲以後 就是你們這些症狀 他也等於50歲以後 我們大概那個神經的平衡感 我們腦神經的這些退化感 其實是存在的 所以你們會覺得說 做了很多運動 怎麼沒跟之前一模一樣 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 你永康你有運動 你更好 我們這些沒有運動 我們只有在動了 那可能我們退化更明顯 所以其實我們 剛才那個憲哥有講 就給他老 因為老就是一個 我們歲月的一個睿智的這樣子 這不會改變的 白髮 人家說白髮是智慧的象徵 皺紋是經驗的累積 像有白髮又有皺紋 這代表 真的 好 今天講這麼多有關於老的 老你是抵抗不了的 但是要面對老 你如何去面對它 如何自主 要接受它 講了半天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趕快回家睡覺 對 我覺得我已經快沒體力 我覺得這是小營 你好 你真的不知道 想不可以嗎 我可以 所以 你 我 你 在